打压再收紧 美国扩大AI芯片出口 中国禁令提前生效 芯片制造商英伟达10月24日发布公告称 美国对华施加的新出口制约改为立即生效 上周美国政府出台管制措施之时留下了30天的创口期 拜登政府10月17日更新了针对AI芯片的出口管制规定 计划阻止英伟达等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的AI芯片 英伟达包括A800和H800在内的芯片对华出口都将受到影响 新规原定于在向公众征求30天意见后生效 然而根据英伟达周二提交给美国SEC的文件 美国政府10月23日通知该公司 上周公布的出口制约改为立即生效 影响适用于总处理性能为4800或更高 并为数据中心设计或销售的产品 及A100、A800、H100、H800和L40S的出货 值得一提的是 英伟达并没有在公告中说明 其是否收到符合标准的消费及显卡的管制要求 英伟达周二表示 鉴于全球对公司产品的强劲需求 预计其财务业绩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影响 美国官员透露近日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一趟航班遭遇了一起惊险事件 一名为当班的飞行员试图在飞行途中关闭发动机 目前这名飞行员已被控83项谋杀未遂罪名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这趟航班原计划从华盛顿埃福雷特飞往旧金山 然而10月22日晚些时候 由于与驾驶舱弹跳座椅上的一名乘客有关的可信安全威胁 飞机改到波特兰 该航空公司表示 嫌疑人涉嫌试图扰乱发动机的运行 但未能成功 机长和副驾驶迅速做出反应 发动机没有失去动力 一名了解调查情况的联邦官员还称 嫌疑人后被机组人员制服 并被靠在座位上 飞机降落后 波特兰港警方逮捕了44岁的嫌疑人艾莫生 据当地警长办公室称 他初被指控83项谋杀未遂罪外 还面临鲁莽危害的轻罪和危及飞机的重罪指控 据阿拉斯加航空介绍 飞机上当时载有8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 通常情况下 不当班的飞行员会坐在飞行员后面的弹跳座椅上 艾莫生原本计划搭乘航班前往旧金山 在那里他将担任一架737飞机的机组人员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进行调查 并指出未收到伤亡报告 失联两个月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于10月24日被官宣免除职务 同时已被免职的前外交部长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也被免除 与李尚福和秦刚同时被免除职务的 还有财政部长刘坤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李尚福最后公开露面是在8月29日 他的失踪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广泛的猜测 中国官方并没有透露李尚福被免职的原因 但坊间盛传的一种说法是 他可能陷入了腐败丑闻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抨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0月24日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表的可怕观点 并要求他辞职 这是以色列大使首次要求现任联合国秘书长下台 埃尔丹在X上发帖称 当火箭弹正射向以色列全境时 古特雷斯说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并非发生在真空中 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56年令人窒息的占领 这令人震惊的讲话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秘书长完全脱离了本地区的现实 他以扭曲和不道德的方式看待纳粹哈马斯恐怖分子实施的大屠杀 他不适合领导联合国 古特雷斯在讲话中还说 中东局势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严峻 加沙战争正在肆虐并有可能蔓延到整个地区 他明确谴责哈马斯10月7日在以色列实施的骇人听闻 史无前例的恐怖行为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蓄意杀害 伤害和绑架平民或对平民目标发射火箭弹开脱